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上课 其实课程也不多 无非就是学习一些建造工程人物拜见的规矩 当然 浓诺重彩的还是焚香 点茶 插花 其中 焚香有过特写 从电视剧中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焚香 还是跟现代不一样的 今天就来讲一讲宋朝的焚香 宋朝由于经济繁荣 所以有很多活动 是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 宋五字幕孟良若有云 烧香点茶 挂画插花 四般闲事 不宜类价 可见 咱当时老百姓看来 烧香点茶 挂画插花是闲事 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容易败家的 因此 这四样事情也就变成了有千日 在当时也属于文艺青年的嗜好啊 只有他们才有闲情雅致做这四件事情 从先情时期开始 香料就广泛明 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 当时的老百姓都有携带香囊 或者配戴香草的习惯 发展到了宋朝 或许是物质水平提高的 用相成为普通百姓追求美好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于香的使用 也就慢慢变成了品香 品香的种类有很多 本篇文章只讲关于焚香的部分 在宋朝的宴会上 比如春宴 香会 文武官考试集地后的童年宴 以及祝寿等宴会上 都有专门的焚香仪式 甚至像知否电视剧中 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 也会焚香 这个焚香有亲自焚 也有下人来做 具体要看场合 香料的种类既然要焚香 那么香料有哪些呢 在丰富的香品中 单香还就有 陈香 檀香 龙脑香 安息香 零零香 甘松香 乳香 货香 酥和香 酱真香 金盐香 茅香 舍香等明目 将这些香菜按照 和香方调和在一起 称作和香 和香的形式也有很多 比如 香饼 香丸 香拽 墨 香等 为此 宋朝还有专门关于香的著作 如红厨的香谱 叶廷贵的明香谱等 对于香都很有很详细的记载 其中红厨的舅舅黄行间 就是个非常爱焚香的人 可以说是焚香的发烧有老 作为外甥的红厨 写出香谱也就不足为奇了 焚香用具香料的种类都那么多 用来焚香的器具也少不了 而且保留下来到现在的也非常多 也非常的讲究 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香具 宋朝家庭的书房 规格 厅堂中 多有焚香所用的香炉 香柱 香瓶 香盒 宝子等相关用品 在不同的房间放置的器具也不同 随着工艺的发展 这些器具也逐渐融入到了室内的陈设中去 成为装饰的一部分 因此 这些焚香物品多精工细作 设计新巧 随着宋代烧瓷技术高超 瓷油遍及各地 瓷香具主要使香炉的产量甚大 两宋香炉的造型很丰富 尺寸的大与小是一种区别 有钙与无钙 有 是一种区别 莲花式 莲式与仿骨式 这一类都不带盖子 带盖子的一类 称熏炉 竹香酒 竹鸭炉和鸢鸦炉 宋朝对香炉的喜爱 大概同金人对佛珠首恋的喜爱相似吧 如何焚香讲究精致生活的宋代 熏香之法极尽巧思 乡式活动逐渐形成一套城市 成为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 称之为香席 既然已经变成如此重要的社交活动 那么 焚香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焚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点燃就行了 这样是烧香 既不环保也不风雅 在当时有一种隔火熏香的方式升级一时 这个的操作方式就跟电视中的一样了 大概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 烧炭 将木炭点燃进行燃烧 在木炭烧到通红 而又没有明火也不冒烟的时候 木炭就算是烧好了 第二步 置半香灰 将香灰放到香炉里 使香灰均匀松散 并在香灰中心挖出一个较深的孔洞 第三步 入木炭 将已经烧好 让木炭放入到香灰的孔洞里 放入的深浅是情况而定 如果木炭比较旺 则放的深一些 如果不是很旺 则放的浅一些 第四步 烧香 木炭放入以后 在孔洞的上方放着 隔隔片如云母片 银箔 金属片等 这个时候 烧香就开始了 如果有烟气 可以将香灰调整一下 直到没有烟冒出即可 这四步做完 就可以进行品香了 这种隔火熏香说起来简单 实际上还是非常有技巧的 也需要多加练习才行 这份香虽然是件雅致的事情 但是 却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 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闲行雅致了 也只有宋朝的那些文艺青年 才有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来享受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Johnny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